這條題目就是這樣的, 現在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L1就是Y3S-9 L2就是平衡L3, 而且垂直L1 L1和L2相交於43這一點 接著L1和L3相交於C這一點 A part就是找L2和L3的Equation A partB就說這個region, 包括boundary 留意,包括boundary 這個圖其實就是一堆不等式的solution System of inequality的solution 寫回那個system出來 A partA就找回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我們先找L2的slope, 就是-1 因為L1的slope就是3 L2的slope和L1的slope成分就是-1 L2的slope就是-3分1 誰知道L1和L2的slope是-1 他們互相垂直 兩線互相垂直的話 他們的slope成分就是-1 所以L2的slope就是-1除2分3 有L2的slope 另外我們知道L2會穿過43這一點 所以我們設定 equation Y-3overx-4等於-3分1 這樣就收回了 X加3Y-13等於0 另外L1就切到X-axis at C這一點 所以當我們代回Y是0的時候 X就是3 所以C這一點的座標其實就是3,0 L3和L2是平衡的 所以L3的slope和L2的slope一樣 都是-3分1 所以就有equation Y-0overx-3等於-3分1 所以收回到X加3Y-3等於0 PARTB的答案就是這樣 怎麼來的呢? 第一 B的軟軟是四邊形 OK 它基本上就被四條邊套附著 L1 L2 L3 還有一條隱藏的線 Y-axis Y-axis的equation是X等於0 但因為我們要正那邊 你會發現負這邊是沒有任何數字的 OK X是負數沒有任何數字的 只要POSITIVE X-axis這邊 所以X大過等於0 是其中一條的不等式 另外 在L1這條線 UPPER HALF PLANE 即是POSITIVE 而 Y的coefficient 是1 即是正數 又是POSITIVE 所以就是Y大過等於3X-9 另一方面 L2 L2的equation 就是X加3Y-13等於0 要下面的部分 LOWER HALF PLANE 即是負 Y的coefficient 是正數 OK 所以負正負 正負 正負就是負 小過0 但包含BUNDARY 所以小過等於0 最後 L3的equation 是X加3Y-3等於0 你看到這裡 UPPER HALF PLANE 即是正數 Y的coefficient 又是正 正正得正 所以不等式的方向 就是大過等於0 然後記得加一個大括號 包住這四條的不等式 代表是一個SYSTEM 那這裡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個表 就是說 你怎樣去判斷 由上面還是下面 墊墊的方向等等 首先 我們會把Y 在左邊 儘量把Y在左邊 OK 好 我們看 coefficient of Y 如果是正 而不等式的戰爪又是正的話 即是大過0 那就由UPPER HALF PLANE 就像正正得正 同樣道理 如果coefficient of Y 是正 不等式的戰爪是負 那就由LOWER HALF PLANE 另一個情況就是 coefficient of Y 是負數 不等式的戰爪是大過0 即是正 負正 得負 由LOWER HALF PLANE 最後一個情況就是 Y的coefficient是負數 不等式的戰爪又是小過0 負負得正 就由UPPER HALF PLANE 那這裡就可以讓你看到 我只要知道Y的coefficient 和不等式的戰爪 我就可以知道由哪個region 同樣道理 如果我知道Y的coefficient 是正面負 和由UPPER 或LOWER的HALF 我們都可以判斷 不等式的戰爪方向 在這裡 Y的coefficient是正 而由UPPER REGION 所以戰爪就是正 像Equation of L1 那樣 Y coefficient 即是1 正數 戰爪 由UPPER HALF PLANE 上面 所以正正得正 戰爪就是大過 OK 當然包括BUNDERY 就要等於 L2 又是 所以 x加3y -13 就是0 y的coefficient 是正 但是由LOWER HALF PLANE 乎 所以正 負就得負 不等式的小 第三個傳方 x加3y -3 等於0 y的coefficient 是3 正數 由上面又是正 所以正正就得正 到戰爪就大過 等於0 所以用這個表 就可以很容易判斷到 不等式的戰爪方向 或者region 有哪裏